昨天给摊主定了三杆牛铁 今天一腰是25斤 咱们的设备到位 而且省筋多少一点沉 OK 谎不多说 咱们先给它处理一下 这牛铁是老板提前给烧烤的 咱们给它刮干净点 有一些可能是这个牛条的肤质问题 刮完以后这个鸡底颜色还是黑的 收拾干净以后 咱们给它焯一下水 给锅里边来点水 然后给它里边稍微来点料酒 然后咱们给它大葱切段 然后姜给它切片 水开后咱们把这个浮沫给它打一下 焯的差不多啊 咱们把烧好的牛铁给它捞出 咱们给锅里边炒点料啊 咱们稍微给锅里边来点油 油温六成热 咱们把葱姜蒜给它下去煸 然后给里边来点皮鲜豆瓣酱啊 来手辣椒酱 然后给它喷点生抽 里边来点八角味皮香叶 白芷草果干辣椒 这料是提前泡好的 咱们给它再给它炒制一下 然后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祖传的高压锅 咱们把这个牛铁给它放里边 然后咱们把炒好的料给它倒里边 锅里边来点八十点自来水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盐 来点蚝油 来点老抽给它调一下色 再来点这个紫草 咱们上菜给它中小火炖上两个小时 热锅凉油啊 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油温四五成热 咱们把葱姜蒜干辣椒给它下里边 先给它爆香 然后把包菜给它下里边 咱们简单给它煸炒一下 咱们简单给它煸炒一下 给一边喷点生抽 来点提汁 烹点香醋 然后把提前拌好的粉条给它下里边 哇 哈喽哈喽大家好 哇天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哇 费 这高压锅太凶残了 两个小时的炖制以后 这个牛蹄完全 灰飞烟灭 不能说灰飞烟灭 已经丧失了它当年的风采了 原本的牛蹄是刚震不阿的 但是呢 经过这种高压锅的这种 神奇炖煮之下 哇天 它的这一块皮啊 就如同凉皮一样软糯 咱们先来一块 满满都是周圆蛋白 接下来咱们再来一片 超级爽 但是它经过长时间炖制以后啊 晕藏了大量的这个热量 超级疼 超级疼 非常爽 来碗饭 由于没炒糖色啊 今天这个颜色 完美 牛蹄上边这个肉 还微味得有一些细呢 哇天 这满满旧原蛋白 太舒适了 的 好 俩 先吃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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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块 这一块就跟胶原蛋白的宝库一样 满满的都是幸福 因为这复原辽阔的大连上 有的时候对于胶原蛋白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 也比较大 咱们来点炒粉 其实这两个牛蹄 我也吃得差不多了 这两个牛蹄还真挺挺饱的 这包菜炒的有点硬 也许这个牛蹄太软糯了 我竟然觉得这个包菜有点费牙口 这边的银蹄还是这个粉条的 而且捡一下 这个牛蹄是很酷的 这个牛蹄肚子和牛蹄 чак的辣椒 煮正面